我们一系列的信息已经中间停了几个礼拜 因为我们就过去几个礼拜 我们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从圣经旧约到新约神的渐进的启示 为什么我们花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讲呢 因为耶稣的救赎是基督教福音的重点 是中心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讲完耶稣的救赎以后 我们再重回到我们过去一系列的讲道 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 恢复神造我们的荣美形象 那因为我们课了很久了 有的人可能忘记了 所以我们用很简短的方式 很快的来温习一下重点 第一 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尊重人 人要彼此尊重 不是因为他的削途 不是因为他的家族 不是因为他的成就 或者在社会上的地位 完全不是 只要他是人 我们就要尊重 甚至圣经告诉我们 你不可以轻看贫穷的人 换句话说 连乞乞你都不可以看清 你都要尊重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人 而且 那为什么他是人 我们就要尊重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杀人呢 因为神造他的形象 造主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灵 那个灵就是类似神的形象 注意啊 不是完全一样 神的灵和我们的灵是有分别的 他是造主 我们是被造的 但是无论如何 很多的特点 神给我们了 所以记住 无论你怎么样那个人比不上了 你都不可以轻看他 因为他是造神的形象 所造的人 所以当你心中有神的时候 你目中就不会没有神的人 心中无神的人 他就目中就无人 心中有神 目中就有人 那么神的造 神是圣经的 他又是有这个道的 所以既然我们人是造他形象造的 所以我们人就成为一个有良心功用的 有德性功能的人 所以我们人有良心 我们人有道德的观念 就算最坏的强盗 他们有时候在分他们的 强的东西的时候还要公平一点 分的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 他们还有一个道德心在里面 所以人有道德心 还有良心 那么人居然是造神的形象造的 神造人有个目的 所以我们造神的目的去行的话 就达到神创造的目的的价值 那么我们人的成功就是看你 有没有完成神造你的目的 所以你完成神的目的就是成功了 但是神造人的时候 不但是给人智慧 不但是给人有这个德性 祂也给人一个自由意志 用我们人的话来讲 这是神愿意做的一个冒险 为什么 当神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 就表示说 你可以听神的话 你也可以不听神的话 你可以造神的目的来完成你的人生 你也可以违背神去做你的人生 所以对神来说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但是因为信仰 爱是很宝贵的 是勉强过来的 真正的爱的宝贵 是处于甘心情愿的 所以神就为了使我们对祂的敬拜的价值提高 不是机器 而是甘心情愿的 所以神就给我们自由意志 那很可惜 人就是错用了 或者滥用了神所给的自由意志 以至呢我们人类的良心 一直往下坡堕落 退后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 从第二代开始 亚当下坡堕落的孩子开始 已经是朝向堕落的那个方向去 所以人类第一次的谋杀案 就是亚当的长子 杀死他的命 所以这就是人间的可怕 那在人类的 在神的标准之下 从第二代开始 世界上就很少人会遵行什么事 不过 有少数的 既少数的 以人的标准来看 还算得上是一人的 除了少数的外 大部分人呢 都是堕落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神用洪水灭世界 就是因为世界的人都坏了 到了以诺之后 除了以诺亚少数的议人以外 连神所照顾的 选照的以色列人 也是慢慢的堕落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 到了新月时代 公元时代 耶稣降生以后的时代 神的显明还有其他民众 全世界的人都同样犯罪 那么我们就想啊 照情形之下 人类是媒广一下 越来越糟糕 那我们就发出感叹 那如果我们人还有盼望吗 赵秦晋好像没有盼望 就好像下巴压 连惯性就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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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下去 但是呢我们感谢主 有神就有盼望 这个Hop还有God 你记得这个图画 只要我们有神 我们就有希望 所以呢 如果把希望放在神 和祂的话很善话 就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弟兄姊妹 无论是我们看亲友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处情 有时候好像是戒路了 的确会有的 有时候我们人是被碰到 走投无路了 但是要相信神 相信神 只要我们把希望放在神身上 把希望放在神的应许上 我们依靠神去做 我们一定有盼望 那么神带给我们人类 盼望是怎么样呢 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使得我们重新 恢复和神正常的关系 所以基督教的福音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 现在人类的苦难 我们不要怪神 都是因为人和神的关系 失去了正常的关系 所以我们世界的苦难 是人为的 不是天为的 不是天然的 是人为的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恢复 都和神的正常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判断 那么人呢 在圣经里面 有两个 有两次创造 一个就是颜兆 颜兆 颜兆是指 神起初的 造的 亚当夏娃 那么亚当夏娃之后的人类 有亚当夏娃 夫妻 繁制下来的 我们叫做颜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心理学家 家庭 辅导家 都说我们自己的 众生的 叫做什么 家庭 延生家庭 是吧 我爸爸妈妈 结合 生下的我 还有我兄弟姊妹 我们这一群的就是 延生 就是说 从父母 生下来的 就是延生 所以我们人都是 一代一代 这样传下来的 你看看 我们这个蓝色的就是圣经 我们一起读 亚当给他妻子 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乳 换句话说 从夏娃开始 我们人类一下 都是 一个系统 延生的家庭 那么圣经里面提到 第二个章 叫做什么 新章 我们今天的经讯是什么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人 他那里叫什么 新章 虽然不是元章 那么新章是什么呢 圣经说这个新章 就是我们的重生 重 就是指 第二次 是不是 中文的重生 是对的 因为英文翻译是 born again 就是再生 是第二次生 所以我们说 新章 就是重生 或者再生 但是我 上次 曾经提过 原文 希腊文的重生 有另外一个意思 我给你们看 这上面的是希腊文 那么 我有underline 这个地方 from什么 from above 是从上面生的 所以这个再一次生 固然是对 是第二次的法 是再一次生的 但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次生 是父母生的 第二次生 是上帝 又在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圣灵 再生我们一次 不是 人类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圣经 耶稣说的 我们这些都是有圣经 根据的 来 耶稣回答 阿尼西姆阿 哥迪姆 你哥迪姆阿 你哥迪姆阿 耶稣回答说了一句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临身的 就是你 所以新造的人 是什么新造的人呢 就是透过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获得儿女的身份 获得儿女的身份 所以和父母亲的繁殖 没有关系 我是牧师 如果有人问我的孩子 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那我的孩子有几个回答 这个是假设的 如果他说 我是啊 因为我爸爸是牧师啊 这答案好不好 不到 不好 他应该说 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 因为基督徒不是靠父母 关系 是靠你本人 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你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你就是基督徒 你没有的话 即使你的祖父 几代或做牧师 你还不是基督徒 所以弟兄姊妹 他知道 还有有的人 一问你说 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我受洗啊 这句话我不能够说他 结对错 但是这句话里面呢 有点毛病 有一点会误导 以为受洗才是基督徒 不受洗就不是基督徒 我要解释清楚啊 说这个话人也不一定见错 除非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我当然是基督徒了 我不但接受耶稣做救主了 而且我还在众人面前见证了 我临受水理了 所以我是基督徒 如果他这样的意思的话 就非常好 但是如果他单单以为受洗才是基督徒的话 就在真理上不够稳固 因为一个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 不是靠受洗 因为他可能是假的 他可能上了目道班考试都几个 但是呢 他自己心里还没有正式接受耶稣 那就不是基督徒 所以讲清楚啊 如果一个人说 我们问他是不是基督徒 他说他受洗了 你就不要马上就批评他 说 你就问他说 是你是受洗了 但是你有没有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再问一次 如果他说有 那我说 那好了 那这就是最重要的 你告诉他 你就不要马上就说 受洗不一定是基督徒 当然是对 但是 你不要太凶 你就把它澄清一下 说明清楚一点 那就会把真理讲得更清楚 来一起来读 哥林多厚书五章四切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 心造 所以这个就第2次 就是重生的 言造 重造 这个重造就是 心造 心造 亚律一章四切 凡接待他的 就是 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 他们的权柄 做神的格力 这个人 不是从 血气生的 不是从 情义生的 也不是从 仁义生的 乃是 从 神 生的 知道吗 所以 从生 从上面生的 上面是指神 从神生的 不是人间的房子 而是 耶稣基督 给我们权柄 做神的能力 好 我们常常说 我们人是神的借奏 为什么呢 因为神在造万物当中 最后最高的阶段 才是造人 所以可以说 神 造人 这个人是上帝 创造的 最高峰 所以 我们就 而且 神是造造形象造的 所以 一般来讲 我们就说 人 是 神的 借座 但是呢 这个借座 这个字呢 是人间用的 词句 不会错 就是指 神的最好的作品 不会错 但是圣经里面呢 有一个字是 圣经有的字 他不是用借座这个字 他就是 我给你看看 圣经有的 圣经原文里面有个字 来描述 神的工作 或者说 或者说 神 所做的 事情 那么这个字呢 很奇妙 叫做 POINT 那么英文的POINT 就是我们的诗歌啊 这个英文的这个 说的诗啊 就是从这个 希腊文字 远辩过来的 所以 换句话说 圣经里面有一个字 就是诗 不是诗篇的诗啊 就是用这个 希腊文字 一个字 只有两字出现 非常巧的 不是碰巧 是上帝的旨意 都是讲到 人的 被造 那么第1次呢 第1次呢 是讲到 人的 原造 创世纪里面 讲到神造万物 这是原造 当然是包括人呢 所以 人也是神 第1次创造 是神所造 你看 罗马书1章20节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的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想得 叫人 无可推 所以这里的 神所造之物 这里的神所造的物 在原文里面 就是 诗歌的那个诗字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神所造的万物 都含有 祂特别的特性 你从 花朵的漂亮美丽 它的叶子的对称 它的花的这个细致 颜色的配合 动物的 什么辨识 的这个技能 还有这个蝴蝶从 破茧而出 从这个虫变成飞 哇 这个世界万物 还有人 都充满了神的大能和神性 所以我们 人和世界万物 其实 都是神的 杰作 这个第一次 所造之物 显明什么 显明神的勇能 显明神的神性 所以万物 包括人 是神的杰作 一写读诗诗篇139篇14节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神的词道 好 这是第一次 圣经里面 在实现 借作所造之物 就是诗歌这个诗诚 那第二次这个诗歌的出现 是在哪里呢 就讲到我们人的重生 来 一起录 我们 原是祂的 工作 在基督 耶稣里造成的 所以英文 就是 神特别的借作 那么原文 希腊文 就是诗歌这个字 我们是神的诗 你知道诗是什么吗 大家看看 非常奇妙 圣经告诉我们 来一起都 论到这个旧恩 那义仙说 你们要得恩典的众仙子 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 好 还有注意啊 天使也愿意详细看这些事 非常奇妙 为什么 因为天使 是神创造物里面 非常高等 他在许多方面 他比人还强 他比人还智慧 他懂了很多东西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不懂 就是神的救赎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 神没有为天使 预备救恩 但是神却为人类 预备救恩 所以天使想不通 天使都想不通 他在天下的时候 天使也愿意详细考察 要看看这个是怎么样成就的 所以神 主耶稣 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这个事情 你不要看为小事 连天使都想不通的 天使犯罪了 多么变成魔鬼撒旦 神没有为 给他预备 第二次机会 但是人 神请给我们救恩 所以圣经说 天使都愿意考察 虽然天使去报加一 但是他只是传达信息 他也很好奇的 他也觉得 非常奇妙啊 怎么上帝会这样做呢 是不是 有很多事情 实在是非常奇妙 好 你讲到诗歌 很多人都会写信 很多人都会写遍条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写诗 为什么 因为诗 就是他每个字 你都要推敲 你知道我说推敲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一个诗人嘛 做一种诗根 他说有个门 他是推门进去呢 还是敲门呢 他说想哪个字更好 所以叫推敲 你知道什么 有个门啊 他说推门而进 或者 推门之前先 先敲门 所以就叫推敲 明白吗 所以中文的这个诗语 这个诗句 推敲 就是说 他在考虑 是推着好呢 还是敲着好呢 所以 神 的意思 就是指说 神造我们的时候 不是在这边造 祂是经过 思想 也许妙的安排 罪我们给我们 所以叫做 神的 主兆 好 人世间有一些东西呢 可以帮助我们 稍微了解一下 救赎的恩典 日本 有一个手工艺 是很出名的 叫做 用黄金 修复破损的 陶庆 或者瓷庆 那这个网 这个网外面的这个图案 是 就是这个手工艺 一个网 破了 破碎了 但是 日本的手工艺呢 因为有时候这个网 是很珍贵的网 丢掉可惜 但是已经有裂痕了 所以他们就用走技术 如果你们可以去看网上 我看过了 一步一步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用金粉 云粉 怎么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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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画的 非常 精致的 非常 复杂的手续 手续 就把它 用金粉 或者云粉 把它破碎 把它配合起来 粘起来 而且非常老 而且又弄得很活 很好 所以它弄好之后呢 就可以再使用 或者再成熟 而他们经过这个修复以后的这个瓷去呢 是个非常贵重的瓷去 它里面 它里面 那些痕呢 就是破裂的痕 但是使用金粉 金比 那个 粘土更加值钱 这个中文翻成金句 或者金善 是日本修 是日本修 五破水 陶瓷器的技术 它的重点呢 不是掩盖 让这个破水 看不见 它不是用油去 虫头 虫头把它 全部摆的 全部红的 不 它让 这些裂痕 仍然 存在 但是呢 使用金粉 弄成 所以它重点 不是烟干 而是保存原有的裂痕 但是却显出 比原来的更加宝贵 这是它特别 它透过金粉 云粉 这样 特别它的地方 它还说 它的有痕的话 它还要把它 弄 粗一点 显明一点 然后这就是它的功夫之处 然后这些特点 就和神 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 修复我们荣美的形象 有相似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会 特别是木道友 如果你对神不够信任的 或者故意挑剔的 你就会常说 哼 我们就说 金子不要讲人之过 不要常常提人家过 圣灵就失眠吧 何必再讲我们的罪 奇怪喔 圣经里面 无论是使徒本身 无论是使徒本身 无论是我们传婚姻的时候 我们都常常提到 我们仍有罪 是不是 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救赎 从表面上感觉来 你何必再提你那种罪呢 你又讲到神的爱 我们大家都好人 就好了吗 不 圣经就要提到 我们原来是罪的 但是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 变成新造 所以这个就和那个 日本的那个金上的这个 这个工艺品的 过程目的一样 不是烟盖 而是显出来 但是他的显出 不是贬低你的架子 而是因为 他那个金 那个云 比原来的泥土还贵重 就是因为他的救赎 耶稣的保险更加宝贵 我告诉你 一个东西的价值 是从你买他的价钱来定 是不是 如果我花了一万块买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这一万块 我付多少钱 我付的代价 可以展现出 这个东西的价值 所以耶稣用宝血 埋述我们 我们这张提救恩 不是贬低我们人 乃是做到我们人的宝贵 因为以神用了 他儿子耶稣的宝血 来埋述我们 所以我们是很高贵的 我们要自重 我们要自爱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感恩 来 一起读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如今借我们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我们借着爱者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适合 乃是造他丰盛的恩典 所以我这里再提 救赎的富裕不是贬低 被救赎者的价值 相反的 因为赎价的宝贵 而提高了被救赎者的身价 所以你临摆了这一点以后 你读圣经你就不会怪上帝 或者怪传惠的人 为什么常常提到我们的罪 为什么常提到我们的专重 因为 目的是使得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再停留在过去 而且我们存有感恩的心 你们是什么 众价来的 岂不知你们的生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来的 要住在你们里头 哇 多么尊贵 神愿意住在我们里面 你看我们尊不尊贵 所以我们是尊贵的 圣经从来不贬低人 是提高你的价值 圣经提强调 被救赎者的身价的宝贵 目标什么 是激励我们的自爱自重 但是不是自宽 而是一个感恩的心 将荣耀归给神 那使徒保罗就是有这样的经历 他本身有一个难处 他三次求告上帝 说把这个圣灵拿掉 但是呢 神没有听他报告 没有把他的这个痛苦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有一种东西 是很border 令保罗很难为的 甚至可能是对他传福音都有难住 所以保罗 保罗不是一个很自私的 不是一个很受不起苦难 他能够三次恳求神 将这个难处拿掉 就表明这个难处 对他来讲 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他说 神 他求了三次 对不起啊 这个三呢 是一种形容词 一而再也再而上 所以不一定只有三次 可能是很多次啊 但无论如何 他说什么 神对他说 我的恩典 够有你 我不打掉这个难处 但是我给你恩典 而且神说了一句话 后面怎么样讲呢 他说什么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人转座上 显得完全 弟兄姊妹 问问你啊 考考你的 呵呵 我记思想你 显得完全的是我们 还是神的能力 从这节经文里面 因为神的能力 在转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意思是说 我们虽然转弱 我们虽然会失败 我们虽然是不堪一击 但是 应做神的帮助 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 在我们心上 人看了 哎呀 神的能力 实在太大 连这样的人 都能改变自己 有时候我们常说 哎呀 如果神行成绩给我看 我就好 我告诉你 一个人 信了主以后 他性情的改变 他的为人的改变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神经 你知道吗 所以 如果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人生态度 有一个新的表现 这是 彰显神荣耀 很好的方法 所以耶稣说 这样你们的好行为 也要做在人前 叫人家 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就将荣耀 归给 你们在 天上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人 误解了 误解了说 哎呀 行上不要给人吃 不错啊 你不要到处去 比方说一个人很苦 你帮个他 到处去讲 就不好 伤个他吃就是心嘛 但是如果 我看到各种难处 我帮了 但是我能力不够 我就告诉人说 哎呀 某某人 他有这个难处啊 我帮了他 但是我能力不够啊 所以我这样子讲 我是在先要自己吗 不是 我只是激励人 说 我已经尽本分去了 我希望有更多人 和我一样同心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基督徒啊 有时候我们 太属灵 属灵了 很多时候呢 我们错用的圣经 我告诉你 瓷器啊 到什么地方去啊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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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报纸 穿 穿衣服 瓷器 瓷器 为什么 他们要让世界人知道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你说他们错吗 我还说他们错 他们聪明啊 他们要给世界人知道 他们瓷器人是怎么好的 然后让人家会不会解决 那我们清楚呢 美其美 行善不为人知 其实 不为人知 是有时候 其实有的人不做 不是不为人知 是不做 所以我们不要错用圣经 不了解错 不要 孤明 吊义 你知道吗 但是 有时候我们行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让人家知道 我们是救度 有时候我帮助人 如果他们说 哎呀为什么你这样好啊 为什么要帮助我 我会告诉他 因为我所敬拜的主耶稣 吩咐我们这样做 我把荣耀归给神 有什么果 我不是出风头 我不是讨功劳 我是要荣耀主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做了一些好事 你帮助一些人 你不要隐藏的什么都不讲 你要见证主 明白吗 就给他知道 因为耶稣叫我这样做 那你把荣耀归给神了 不要什么都不讲 OK 好了 所以 神在我们的转捉上 显得完全 所以弟兄姊妹 记得记得这一点 OK 所以 保罗怎么讲 所以怎么样 我更喜欢夸我的转捉 对不起啊 不是我们常讲 我们整个坏怎么样 不是 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一提 说我以前是怎么样 他现在 同了 所以我可以讲我以前的失败 但是呢 我要把荣耀归给神 叫基督的能力 好 快完了啊 你还记得吗 以前传信息的时候 有一次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讲到 有一个人 拿那个 鹰的蛋 放到他的鸡蛋里面 有一个年纪浮出来 所以这个小鹰浮出来的时候 看到他 他的旁边的都是小鸡嘛 所以他自己 就一样 像他们的样子 用爬爬地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鹰 所以过了 到了他年老的时候 有一天 他看见天上 哎呀 一只鸟在飞过 如鹰展翅上 非常优雅 非常好努力 他说那个是什么啊 他旁边的那个 他的 Sibling 哈哈哈 他的鸡群的小鸡 哎呀 那个是鹰 我们是鸡 我们是鸡 鸡会飞 鸡是不飞的 我们是不能够飞的 安分手指 不要乱想 我们就是鸡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鹰 在鸡群里面 永远以为他是鸡 所以他就不飞 停留在世上生活 所以那一次 我们信息的 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鹰啊 看着天上的鹰 说啊 那是什么 他们知道是什么 那这老鹰抬头观看 不胜惊羡的问 那是谁啊 然后他的邻居回答说 那是鹰 鸟中之王 属天的 我们是小鸡 属地的 但是那一次 讲完 那我跟我说什么 我们可以很自信的 肯定的说 我们不是 不像一只鸡属地 我们什么 我们乃是一只鹰 我们是属天的 我们是造神的形象造的 耶稣已经买送我们了 所以我们 是神的结状 然后今天的 借语不同了 上次就说 我们是一 我们属天的 好 今天的借语 来 我们既然 我们既然 应主的救赎 恢复神造福的 柔美形象 我们就应当有 柔美形象的 神佛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说 我为主被求的 借你们 既然蒙造 行事为人 就当与我们造的恩乡成 那么我们有我们的 神造我们的目的 还有神对我们的期望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职任 那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我们平常的经文是和和 今天我特别翻译成 用这个英文的Amplified Bible翻译的 我们写读 他的意思比较清楚 来 弟兄们 我呼吁你们 求你们 借你上主所有的恩慈悲 建议奉献你的身体 献上你所有的肢体 才能当作活进 忠诚的神圣 且是上主所欣愿 这是你们的 通勤达礼的事够奉 及灵性的敬拜 我们奉献给神 我们事奉神 我们爱人爱神 这是理所当然 通勤达礼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就不通勤不达 OK 这节圣经 很重要 来 我们原是 法的如同作 在基督里造成的 刚才我们讲过了 然后下面一段 注意它目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亦被叫我们行善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宗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明 出黑暗 如奇妙 光明之所 美得 就是说我们要宣扬 神 的美得 来 因为你们是仲价买来的 所以什么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神 好 最后 所以你们 或吃 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 而行 好 有一个基督徒 喜欢打牌 他是墨西哥人 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 耶稣 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有着笔记 不能够同辈的 长辈的名字 都不会取的 美国人 他们常常会把他们 爸爸的名字 放一个 Zuni 是不是 卡尔斯 什么Zuni 那墨西哥人 你认识吗 很多人叫耶稣 他们不正理就是放上 他们正理是一个 他们的好意 要学习耶稣 所以有一个 墨西哥的基督徒 他叫 耶稣 耶稣 但他很喜欢打牌 打牌 打牌 那么有一次要打牌的时候 他们就说 喂 耶稣 你出牌了 耶稣 轮到你了 出牌 哎呀 他凭着打牌打习惯 他这次听了 怎么他们叫我耶稣 耶稣出牌 哎呀 对耶稣大不敬嘛 所以那一天开始 他就不在 那怎么可以 我的名叫耶稣 我去打牌 因为他全部叫耶稣 出牌 出牌 所以这个是 这个不是 不小笑话 真的有这个事情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所做的 要 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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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今天信息到这里 为止 好 随便讲几句话 不要等到报告的时候 有人 啊算了 等到报告就要报告 现在还是遭之 請四位聖能摸到下面來 到我們一首位奉獻挑戰 我們在天上的福音感謝您私下的救恩 我們請唱願主榮美彰顯 願主耶穌永遠在福藏前 揚藏著其描述之間悲傷 看著誰能接近使我心意純潔 直到耶穌永遠在我展現 我們下面要歡心的來編 如果您是第一次在我們當中今晚 如果您願意的話請就做自我介紹 請問有沒有第一次在我們當中的朋友 都來過了 那我們報告幾個事情 哎呀我們今天最後一次在這裡 我想你們都會覺得使不得 我告訴你 連我也使不得這個地方 都有感情的嘛 然後有些弟兄姐妹說 那為什麼要搬呢 有原因的 我們住用這個地方呢 每年一碰到公眾假期 他們的這裡人要休息 那他們上班我們就不能夠用 所以你還記得嗎 去年我們有兩次沒有地方聚會 要到趙總的家聚會 所以呢 而且我們每年要重新申請 都有點怕 當然一般來講會繼續給我們 但有時候不一定嘛 所以可能就住不到地方 所以呢 我們為了固定 而且每個禮拜都能夠有聚會 所以我們要找個地方 而且現在我們各周 如果主的學只有一班 如果將來人多了 要有活動的話也是不夠 那麼剛好有一個教會 那麼他們用的那個團體 禮拜天用的團體 剛好他們不用了 他們到別地方了 所以很感謝 因為趙傳道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那個朋友會認識那個主人 所以知道我們也在找地方 所以他就叫我們去 所以我們就很感謝主 我們就接到 那這個主人呢也很愛主 他是醫生娘 福建台灣人嘛 他們生母 醫生娘 就醫生太太 他有兩個孩子也是醫生 那麼他們就買了這個 一個建築物 把他修改建的 像禮拜堂一樣可以做禮拜的 一個廳還有體育館 還有什麼 所以他就租給我們 那他不是牟利的 所以他說 不收租金 但是他要維持這個費用 我們現在是六百多塊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搬去的時候 我們要增加大概三百多四百塊 但是呢地方比較固定 也比較好 怎麼樣好吧 你們去看 但是唯一呢 對我們可能有點不到習慣 就是那地方大 所以我們的人數少 去到那邊呢 看起來就會比較輕一點 所以我已經想到